教你制作圆角阴影立体翻页效果 打开剪映 导入几段拍好的视频 关闭原生 调整每段视频时长为5秒 点击白色小方块 选择幻灯片里的翻页转场 时长调至1.8秒 并全局应用 导出备用 再次导入导出的这段视频 双指缩小视频到合适大小 点击背景 点画不样式 选择一个喜欢的背景 点击视频条 选择蒙版 选择矩形蒙版 调整蒙版到合适大小 拉一点圆角 点击复制 将第一段视频切画中画 点击主视频 选择替换为素材库里的黑色图片 点击蒙版 调整蒙版的大小与画中画视频相同大小 并向右下方拖动一点 再拉一点一画 这样就有了立体阴影效果 最后添加一些喜欢的贴纸做装饰 调整贴纸大小放置合适位置 时长全部拉满与视频对齐 添加音乐 导出看看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